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那就叫我文敏吧 或者我拖得大 你跟尹梅一样 叫我师姐也行 我叫你以琛 可以 你的事情呢 尹梅已经跟我说过了 不过我还是想从你这里 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才能给出合适的法律意见 你果然跟你没说的一样 是个工作狂 简直比我这个当事人还着急 你想吃点什么 今天我请客 都可以 你说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早到了呀 对啊 找了半个多小时呢 没关系没关系 早点倒好 熟悉熟悉环境 放松放松心情 好 哎呀 我的臂肾口黄金抹了 我得去涂一点啊 你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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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先先先 是你 是你啊 怎么啊 穿得花花绿绿的 小金黄 今天又有相亲啊 狐狸精 要出来狗三打四啊 不是结婚了吗 怎么还和男的约会啊 你看我这记性 你老公不要你了 现在又出来赶紧跟男的在一起 被下架牙 是 我现在老公是有外遇了 但是也好过你了 你从头到尾就没人要我 我想想快三十了吧 还在相亲 顾行龙 你到底是有多难嫁啊 我看你剪的是狗嘴里面吐不出象牙 闻总监 一起相亲啊 人家可比你漂亮多了 你就等着当壁花 一辈子嫁不出去吧 你 你 雨晨 不好意思啊 遇到两个同事 三五里一会儿 我们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 我们下次再聊吧 雨晨 她瞧了我第一个男朋友 我不是气她为什么抢说我喜欢的人 我不是气她为什么抢了以后又不好珍惜她 她在一起以后 她住了车祸 腿断了 她就不要她了 她就不要她了 然后就嫁给了一个有钱人 现在她要离婚了 那个男的居然还问她要不要回头 你说像她这么一个女人 凭什么得到这样的爱 是 我不漂亮 不好看 但至少我有一颗真诚专一的心 她有什么 你说她凭什么 她凭什么得到别人的爱啊 我一想到她那勾搭搭死的样子 我就来气我 好 不行 我都委屈 请问 两位是不是顾小姐和赵小姐 我们是 顾小姐 赵小姐 两位 喝水喝水 喝水喝水 赵小姐听说是摄影师啊 这个 这 这职业蛮特别的 那你在大学里就学了摄影吗 站起 她呀她平时工作特别忙 她这个人吧 特别是个工作狂 恨不得连吃饭走路都在工作 平时的没事连做梦都在那摄影 这儿 这儿 这就是我跟合一生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好的 这儿 我让你一起去 这是吃饭的 吗 不需要 这意味 我就想到医生 医生 那是什么 我看见追你那个化学系师妹了 这小姑娘可真够执着的呀 就是 今天我也看见了 原来呀 她每天都来好几趟呢 一辰哪 到底什么样的姑娘才能打动你啊 我觉得吧 这个男的呀 对这个女的就一定能 好了好了好了 我就写书了 不是 一辰 等一下 今天那姑娘还问我 会不会有点打扰到你了 我觉得她是有点退缩 你应该快解放了 不过 如果你不想那么快解放的话 可别再这副死样子了 嗯 好 先喝 出来喝几杯 快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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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姐 张医生 这处方单是不是写得有点潦草 要不 我陪你一会儿去养房拿药 不用了 拿药的地方应该会有电子处方单吧 我先去拿药了 谢谢 张小姐 那个 不知道 不知道你明天晚上有空吗 这样 我和那个王医生他们决定 吃一顿饭 也当作帮你的同事业押精 要不 你一块儿来 嗯 我明天晚上会工作到挺晚的 那后天呢 嗯 我很抱歉 我明白了 其实 顾小姐也早就说了 你上次相亲是陪她去的 但是 我始终不死心 没关系了 认识你真的非常地高兴 谢谢 那 那 先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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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次你是陪人相亲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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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去找文明了吗 看完了 这么快 工作室比你有效了 嗯 嗯 以后 不要再做这么准的事情了 什么 陪人相亲 我去拿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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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外抹的 你疼的时候就把它喷在上 然后再用纱布包一下 哦 好 这个药是口服的 一日三次一次两粒 如果特别痛的时候就要加服一粒 陌生在一起呢 嗯 帅哥 陌生他还没吃东西他饿了 陌生 不是我说你了 有这么好的货 咱要那真一身干嘛呀 是不是嫂 先走了 好好珍惜 好生气啊 帅哥问走 别买这医生写的字怎么都看不懂啊 时间还早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不用了 我回家随便吃点就好了 我还没吃完 嗯 顺便啊 你小心一点啊 再不好你女朋友 抱歉 好 如果我是一朵花 那又为谁而绽放 如果我是一只鸟 来 你看 哈哈哈哈 小青年哪 下棋心不在焉啊 是老式奇异高超 我看得出来 你的心没在这儿 这个气都干不出吗 对 吃点水果吧 来 放这儿吧 吃点水果啊 其实啊 现在想起来 当初你不读研究生啊 真是有点可惜啊 我跟你说啊 在确定研究生保送民歌的时候啊 从院长都给我教授 没有一个怀你的自治了 也不遗憾 这么多年下来 我觉得自己更适合法律实务 胜过学术研究 是啊 是啊 所以今天我请你来的 也不完全是 让你给我送一些案例的材料 前两天我见到法学院的院长提起你 他让我问问 你愿不愿意接受法学院的聘请 做客座教授 客座教授 当然 你们先是选修课 讲一些实务案例 你可以不忙答复 考虑一下 这位家属啊 听小和说 你一直在美国读书 这么些年来两地分开 异地练不容易吧 异地练 没想到 你们居然是坚持下来的 工作忙起来 就不觉得什么 姑娘我跟你说啊 当年我们系里一样啊 追小和的女生哪是不老少啊 大四那年记得有一个新生都闯到你宿舍来了啊 老师 姑娘啊 小和能为你洁生自好 你还把臣吸腰 好